我的这个作品 CMYK水月观音 这个水月观音是根据北京法海市的水月观音原型所绘制的 水月观音原作长4米5宽4米5 法海市壁画位于大雄宝殿内 完成于明正统八年 由宫廷书画室官员福清王蜀等十五人所绘 其艺术水准、绘制技术及完整薄、完好程度等均为我国明代壁画之最 壁画所绘内容为福教世界的十方佛众二十诸天 天龙八卜、飞天仙女 以及动物花卉等采用工笔仲彩画法、笔法细腻 用色考究 其中水月观音当属之最 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水月观音是观世音菩萨三十三真相之一 此相有多种形式都与水月有关 水中月欲诸法无实体 在法海市的三大造壁中 水月观音居中 画中观音取右腿 弹左气 右肘齐托 左掌下底 半家父坐于敲言之上 虽然随意地坐之 但观音的身本却保持着挺拔于端庄 巨大的声光如一轮满月将其笼罩 观音面如满月扭眉阴口 高鼻垂脸 安详温和 端庄大方 超然脱鼠 尤其是满腰疏菌群 射了一双脚 更使人感觉其慈悲可行 此父观音头戴宝观 尖胚轻沙 胸似阴挪 飘带阴挪轻沙 头发雾无风自举 自举 慢尿轻无 其头冠极为华美 尚有阿弥陀佛 表示 观音既是阿弥陀佛的九 左邪四 又是其接班人 不是复利复杂 成蝶交错 复为穿插 特别是身上披股 象征洁白无瑕的白沙衣 以白粉线勾勒而出 上面绘满六角小花图案 每一朵小花均由四十八根左右 金线组成 画工极其精细 真可谓挑夺天工 观音的四周还环四周 复法维陀白鸚鸥 善采童子和金毛猴 他们都面向观音神情前程恭敬 所出位置安排得意 画面左上方的彩云之上 维陀左手行单掌礼 右手直复法神器 灰甲灿灿 飘带和彩云共舞 身之煞煞 画面有右上方的金毛猴 鸡箭雄壮 俯身抬头 毛张目举 面目真名 也信十足 却不识可爱 画面右上方白鸚鸥站在 高高的枝头 护手像菩萨 其洁净的白色 预示着他 退进世间美色 一心向佛 画面右下方的 善才童子 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童子形象 仰手站立 双手合十 小口为开 神太虔诚 是在公宴菩萨圣号 整个画面充盈着 饱满的佛教气韵 多成功 继续